欢迎收看魔法课堂 许多人觉得化妆刷具显得太过专业 但是其实拥有一套基础的彩妆工具 不仅能够让你的妆容更精致 还可以提升你的彩妆技巧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分享几款基础的化妆刷具 粉底刷是在上粉底的时候使用 它是很好的隐形工具 可以令法令纹、嘴角纹、毛孔统统消失 粉底刷的刷毛弹性很大 使用时不能太过用力 来回清扫粉底液 避免留下刷痕 蜜粉刷又叫散粉刷 用于定妆 以粉铺更容易均匀轻薄的上妆 谢谢 使用时轻轻沾取蜜粉 将多余的腹粉滤掉 由上往下清扫面部 眼影刷可以让眼影充分上色 以利于晕出层次感 它的大小跟女生的食指差不多大 柔软蓬松的刷毛更容易舒展颜色 甚至可以用来塑造鼻部阴影 腮红刷比蜜粉刷稍微小一些 刷毛呈半圆形 刷毛选择动物毛居多 柔软轻敷 使用时甩掉多余粉屑再上妆 如果想要饱和度高 可以多次上妆 修容刷用作面部阴影 可以让面部轮廓更加清晰 修容刷的刷毛是有斜度的 可以跟脸部轮廓更相吻合 毛质细油的刷子 可以让粉末更加均匀地附着在脸上 唇刷可以使唇线轮廓清晰 唇膏色折更加地均匀 它的刷毛比较短小 使用时从下唇开始 从内而外地涂抹 才不容易出现唇纹 想要让妆容美得淋漓尽致 也许你就差一套秤手的工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下期再见